天津是一个不养咸桥的城市 在天津狮子林桥 曾有很多跳水大爷去了又来 如今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 看不到跳水的外地朋友 可以从狮子林桥往南走 路上吃完晚饭 正好能赶上北安桥的浪漫之夜 这个地方的氛围很轻松 但就解压效果来说 它绝不比过往的狮子林桥逊色 大家好,我是徐公 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 我目前在这个地儿 天津市的北安桥 我有外地的朋友说 想看北安桥的唱歌跳舞 你怎么不想看水上的呢 话不多说 咱们就在一起好好看看 北安桥始建于1939年 出版的北安桥原本是座木桥 1945年抗战结束之后 官方重建此桥 并改名为胜利桥 在新中国时期 它被改造为水泥桥 并以北安桥之名 一路延续到如今 眼下这个新版的北安桥 它的建筑风格 参考了法国巴黎的亚历山大三世桥 因为那座法国北安桥 位于塞纳河上 所以天津这边的北安桥 也被称为天津塞纳河畔 虽然桥是西洋建筑的风格 但这边也有很多中国元素 这座桥四个角的雕塑 分别是中国古代的四大神兽 青龙 白虎 朱雀 玄武 桥墩雕像 为青铜盘龙 这些就是中国特色的装饰 再结合桥栏上 那拿着乐器的金色女像 总体的风格 是兼具了东西方的特色 北安桥位于河平区与河北区中间 从地铁东南角站C口出来 沿着曲了拐弯的兴安路 奔着海河走 路上隐隐约约就能听见音乐的声音 到了海河岸边 那声音更是听得侄儿侄儿的 走到对岸之后 能在海河岸边看到一个游船站 船票的价格我也拍下来了 愿意坐船游天津的朋友 可以自行截图取用 其实北安桥最重要的看点 并不是游船 而是附近这些唱歌跳舞的人 唱歌有好几批人同步进行 但也自发形成了观众席 我们能在这里听到各个年代的老歌 那字里行间全是回忆 回忆里最清晰的 分明是曾经意气分发的自己 韶华一世 青春一去不再 唯有回忆永恒 跳舞区算是这边的核心看点 边上吹萨克斯的大叔或者大姨 一手又一手的换着舞曲 现在你听到的BGM 就是他们的常用舞曲之一 而众人簇拥之中的舞者 则在现场做着排列组合 你方跳吧我登场 说实话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跳得又熟练又丝滑 但每个人身上透出的气质 就都是那么松弛 场上跳舞的人松弛 场外看跳舞的人也松弛 如果身在现场 就很容易被这种氛围所感染 虽然北安桥不是什么景点 但真正的景点又怎么样呢 那些流水线古城 量产水镇 还有建设市场两年半的千年古建 他们可带不来这种轻松愉快的体验 只要我们愿意将一部分时间 分配到这些不太像景点的地方 自然就能靠近快乐 获得快乐 不要说人生苦短 就是永生不灭又能如何 你熟识的人会老去 你习惯的环境会坍塌 你走过的路在多年以后 或陷为沧海 或升为高山 你晒过的太阳会坍缩成黑矮星 你住过的地球会成为冰凉的石头块 甚至宇宙都可能在无尽的寒冷中陷入死寂 那么如此看来 人生根本就没有意义 因为结局都是注定的 只有人生的体验才是真实存在的 既然如此和不多加一些纯粹的快乐 活一天就舒服一天 或许如此才不枉了这人间的旅途吧 看到这里的朋友 记得一键三连加关注 和徐公一起读城 一起旅行